一輛黑色修旅車很躺在路中央 車窗的擋風玻璃整片破裂 車內物品散落一地 這起致狀車禍發生在台中西屯區 20號凌晨3點多 一輛黑色修旅車行駛在文心路2段 疑似因車速過快加上過彎不慎 擦撞分隔倒後失控翻覆 馬路上留有大量碎片和摩擦刮痕 懷疑車子應該是一路滑行 撞上市府都發前的路燈才停下 附近住戶聽到巨大聲響 趕緊出來查看 可以聽到附近住戶說一下來 就沒有看到駕駛 駕駛早就已經逃離現場 警銷人員到場搜索 也沒有發現任何蹤跡 只看到駕駛座旁有一個手掌痕跡 疑似駕駛在發生意外後自行脫困 不知道什麼原因逃離現場 警方還要對事故進一步釐清 警方還要是英聖2全民 警方還要ichtig 警方還要提到 當我包吶 替你 ドイры板 不容句 Carri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